歡迎回來第二隻的《動漫無雙》 我們繼續這個新番的前瞻 剛才講完一套RVG向的遊戲之後 我們再講到... 演了一下遊戲 你錯了,那是片頭 我們接著講一套 而且理論上來說,以質素而言 應該都屬於今季的TALK 畫質也好,劇本也好 畫質也好,我是8分的 畫質也好,就是花開墨魚 對 Harasaku Hiroha 這套是PA的10周年的紀念作 比起我聽到副事件幾多周年作品 通常都來的,告訴你 PA那個我反而不怕 PA就不怕,副事件 我聽到幾多周年作,我是怕的,告訴你 真可憐 和人不同名 第一集 現在就報了兩集 開頭的故事就是講一個很平凡的少女 其實真的不太平凡的 她媽媽這樣不正常 她個人的性態有點怪怪的 不過性態都當正常,又可以當平凡 其實也不算貼合現實 很少媽媽去到不負責 但她是笑容滿面的 我覺得她媽媽那件事有點復不 不過這個之後我們再講 就是一個女孩子睡花 就被她媽媽丟到外婆那裡 然後去那間女館打工 其實最簡單就是講 買第一集的重點不是快閃告白嗎 這麼快? 快閃告白之前 快閃字 那是原來的 都沒有用的 之後還沒有用 她死了 那就算好了 沒收卡就OK了 她是連被發卡的時候都沒有 然後沒有扭到她 那對 一定不會被人發出來 對 我不會輸 我贏也會比他輸 但其實你看回Op 其實這個角色不是純粹用完即棄那些 應該是之後還有那些 這個世界是發達的 要回鄉下應該不是很難的 其實我發覺很多日本的動畫 一說到搬家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距離性那樣東西去到那麼嚴重 我們覺得就是好像一走了之後就溝通不到 就是靠寫信那樣的 我都看見他們有Mail的東西 因為這樣說他們本身那個定位在於他們還要學生 通常那些學生就不會說自己到處走 你說可能成年人出來社會 你搬到哪裏就出來要人喝茶 沒有所謂 但學生時代其實很少會做這些事情 如果可能那個同學或者那個朋友搬去 可能就是跟著他整年都可能不能去 可能在某個機緣巧合之下再找到他 可能才出來聊聊聊聊 而且始終你說他們在日本是短訊的 短訊聯絡都有一個限制 尤其是打字的 男主角作為一個中義女主角 當男女朋友關係 你都很難說沒有在短訊交流 還是 就算這樣分離了 那重要些甚麼 電話不行的 電話應該是比這個 你看那個男的含羞答答 一看就知道不打電話 對不起 這個世界不是國 都是真誠最高同意 我好像男心 不好意思 不是爆慢 對不起 有關 這迷糟是爆慢 我覺得這個應該算是男主角 應該算是比較重要的男主角 應該算是比較重要的男主角 其實我想之後會有用 我覺得應該要丟一些對比出來 會負責 因為瑞花的媽媽 就搭上了一個欠債累累的男人 然後那個男人還說 不好意思 我把所有的債權人等 那些病全都在你 然後媽媽說 沒所謂 這些媽媽簡直是一流 她又沒所謂 我覺得她說 因為我不知道她這個 是否是藉口 有機會是藉口 其實我這樣看 第一集的時候 我會覺得 可能這只是一個藉口 想丟水花過去 仇下父母 但第二集看 好像她媽媽也挺不負責 所以我覺得我會聯想另一個問題 就是 她媽媽 水花 和她外婆 三代人的關係 這個我可以之後 一人再說 但始終一劇情 頭兩集 她媽媽和她 其實我會覺得 那個位置是因為 雲觀第一集來說 那個位置是很特別的 她媽媽 即使她媽媽 是幾跳脫 幾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也沒有理由是這麼奇怪 我不相信 那條人跟她說 所有的債權都放在你身上 有沒有問題 好像無線 什麼老闆不出糧的那個廣告 一條人說 沒所謂 不用強調無線 應該是政府新聞主 也是 我常常在無線看 這個 沒關係 無理由 在整集裡面 這個位置是比較大 所以 我也覺得 可能是一些 類似 借口 總之 將她丟到她外婆那裡 去到她外婆那裡 起翠莊 對 起翠莊 對 就不是麻雀館來的 完全沒有管 避湯啊 避什麼湯 那些東西呢 那些發露 嘟嘟嘟的 行 你總是在那裡爬開 繼續 那 一來到那時候 就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 突然看到草 就想去炆幾下 正常人是不會 就算來到一個新地方 我不相信她 突然間會分草 我現在帶出一個角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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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覺得她是不會分草的 我也覺得 我不會分草的 為什麼沒有分草 就是為了報告就是 等文子出來說 文子出來說 文子跟她說一句 什麼 文子很有趣 說兩次的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是兩次的 第二次的還怎樣 你看那眼底 然後跟著就是 蔡子出來又 第二位在這個 起翠莊 下公的女孩子 下公的女孩子 然後就見到她外婆 其實這裏 我都覺得蠻奇怪的 我沒有看所謂的 前文後的那些 我純粹直接看過一集 那一集 應該是被外婆照顧的 但是原來 原來是打工的 當然 連打雜 不知道打工 連女主角 她自己都 也意會不到 我不是來 你不是來照顧我嗎 為什麼要打工 她想著 可能回到家 記著外婆 應該很開心 外婆很疼我的 其實我最大的對比 是因為她在車上 看到另一個婆婆 那個婆婆很疼她 請糖果吃 這個真的是 那個拐子 應該說 這個地區的人都很友善 這些才是外婆的真正形態 她怎麼回到家 看到外婆是這樣的 什麼得正形態 屬性 對 應該是外婆屬性 像外婆屬性 其實這裏都有交代到的 交代說 瑞花的媽媽跟她外婆 其實跟她外婆的關係 其實是不好的 其實是 所以她媽媽才走出來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以老人家來說 一些走出去的 應該說 她不喜歡 連帶孫子 她的子女 其實都可能會有個成見 但其實有問題 如果真的說 她跟媽媽不夾 現在扔女兒回去 其實她說不通 她是老家 你要知道 通常老人家是這樣想的 對女兒和孫子是不同的 大家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 不關 你怎麼知道外婆當時 對她媽媽是怎樣 其實這個不知道 我為什麼說我留有復筆 這三代的關係 為什麼我覺得這有關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們暫時還未交代 但既然她兩集以來 放在這個份量 特別是放在她媽媽 和水媽的氣量 放得那麼少 是無端端 為什麼要經常說 要提起這件事 而且有復筆就是 其實你看到 在第一、二集 她舅父會打電話 在第一、二集裡 其實看到很多 就是這個家族裡的成員 都會滲入在這個故事裡 所以其實 如果正常的 你普通就是一個打工的 是說這幫打工少女的故事 不用提那些人 其實 她也不會有那麼重的氣氛 應該是有些家族的意識在裡面 我覺得是有些家族的發展 嗯 其實就是 在工作上 稍為有做個兼職的人 有些感觸的 可能會有些 打工也未必打兼職的 你打工也可能一開始就身處高位 那也有機會 你做低下層就會明白 暑期工 其實我想我這樣說 暑期工 其實你可以說 你做過暑期工 其實我想都會 有些少少 比較 待入感 在裡面 辛同感受 我想另一件事 第一件事 其實是對工作的覺悟 因為其實 我自己也是講一句 水花其實 我暫時在這裡講一講角色 就是水花這個角色 其實你不可以說她是幼稚 她的思想是正常的 但是她是完全沒有見過世面 最簡單就是 可能她來這個喜取莊的時候 她根本都不抱著打工的態度 覺得是來度假的 但結果不知為何要在這裡拖地 所以其實她對這件事很不分 但最終可能遇到一些事情 可能她只是為了好心 幫你或幫你文子去浪皮 最終可能要被人罵 她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要這樣 應該說 一個平常 我想應該這樣說 一個學生 在學下學的 做人處世 或代人接物裏面 當然是說 幫人 這些事情 其實是很正常的 當然我覺得 她外婆那個位置 其實你可圈可點 你可以說她是野蠻 你也可以說她是執得嫌 某些方面 我覺得你說 看老闆是甚麼風格 很難評論你合理不合理 我自己個人感覺 這件事 可能打一巴 那件事 我覺得打一巴 就是嚴重了 可以襲備 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以襲備沒問題 有些人都是這樣說 我覺得客人第一位 我覺得這個作為一個 複業母性行業 這個絕對對 你浪皮是你國人的事 你想想你襲到人 怎麼辦 這次襲不到 下次襲到怎麼辦 這個我覺得作為一個 老闆 他這樣想 我覺得絕對正確 所以你說襲備員工 都是正確的 但需要打一巴 這個我覺得是有保留的 我也是 反而我覺得 打一巴 我覺得那個程度 是在於他用這麼誇張的事 去表現出 有時的打公仔 這麼不趕來 因為他始終一直用過第一身事件 就是水花做的事 是為文子著想 他已經好事 大家覺得沒問題 甚至我也覺得很同情 他覺得沒問題 但他結果是被人打三巴 三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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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另一個程度 就是說文子開始被人打一巴 然後水花就投訴 不公平 打我 你打我 結果就打三巴 簡單來說這三巴 就是什麼呢 沒錯這個世界就沒有公平 我要打就打 我打三巴 又可以打十巴 這裏有兩個問題 首先 薯花 平時 沒有經驗 他出來做的 平時理論 一定是適合的 第二個問題 就是 日本 不知溫泉旅館 比較舊式的 傳統的日本經營 那些老闆 說了事 那些下屬員工 可能真的 當你家人 如果你有問題 我可以打你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我覺得兩個都對的 老實說 我不會衝大頭 因為我都不太清楚 日本的旅館的規制是怎樣 可能真的說 收拾得那麼遠都不定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日本人他們做過的旅館 就會不會 只要你說第一件事 其實都是很正常 因為你見到 水花有很多時候 就是跟老闆和人理論 其實有些事是沒有理論的 即是你捉鞠鞠 就沒有理論 有很多事老闆說對 就錯就錯了 你不要理論 很多香港人都有借面 老闆說 他要去死 你不讓他去死 對 他這麼喜歡撞錢 就可以撞錢 無關你事 即是你的責任 可能就是 你的工作責任 就是提出你的意見 但最終下的決定權 或者是理由就是 因為他是老闆 他是出糧給你那個 即是這些 其實你比較不像 這些是東南亞地區的工作文化 即是你說歐美地區的工作文化 其實就未必是 即是叫做什麼 真是一個talking 即是大家有一個平衡 即是說你有意見 你就提出 其實我覺得兩種風格不同 其實你可以說是 還有你說我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個人 在以往的工作裏面 即是做過一些 叫做廚房工作的工作 其實都叫做做過 其實我對廚房工作 覺得 其實廚房是有廚房自己的一套理論 你不可以 老闆都不可以質疑 我告訴你 老闆都不可以質疑 老闆都可以質疑 但你不可以質疑裡面 他們工作的文化 所以其實一開始就說 那個 我忘記那個叫什麼 那個副總 副管署 你不要再管署 對 這句是很重的 即是 你另一套規則 這個雖然都是一個女館 但這裡是這個世界 是另一套規則 一個公司的文化 即是你說這裡只有三個人 都是另一套規則 你不要進來 一個三個人的世界 一個人的世界都可以 總之我有這個範圍的規則 你不要理 我們就是這樣做事 其實就算我不說 你是不是廚房也好 你還有一套後輩 你走進來 其實不用一套這麼嚴 你就不知道要做什麼 後輩 後輩 是不是有這麼多話 回去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玩東西 做這些事情 我覺得他公平感寵 我覺得未必是的 其實你說這些 以工作文化來說 我相信就是 我想全宿舍的人都知道 阿瑞花是老闆娘的孫 雖然知道外婆執行得很嚴 但不多不少都給他一點面 外婆的兒子都在做事 要先給他面子 他不認識他 他怎知道他跟外婆的關係 他不認識他 他怎知道他跟外婆的關係 得罪公主你還想走 不用 公主被人拖地 掃地 沒有尊嚴 這個更加顯示 在每個範疇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突發 好像剛才阿姆所說的 即是說掛巴也好 這些都是一個 稍為誇張了一點點的表現 可能是一些 但是能夠理解的 能夠理解他想做什麼 我覺得他有個表現很好 就是 他一開始你是不會覺得 他會想打人的 因為他鏡頭的擺位 是很純粹地 應該面對面說話 打到一個斜角度 怎知道他一下子 反手去打完 就這樣 我沒反手 我超強 我記得 這麼像反手打蟑螂 我可以反手 我超強 其實你在這一集 其實也看到的 就是阿瑞花 其實也是一個堅強的女孩 即是他 就算說 遇到這麼多不公平的事情 他都不會發瘋 然後就 會丟東西到街上 你跟我媽媽沒打過我 深刻 我爸爸也沒打過 她媽媽 你打我 我沒有愛我 我一直認同 我一直都會說 他一定是很堅強 而且 特別是你說 遇到這麼大挫折 一定會說 我又要走 我回家 他最終 我很記得 他第一集 OP播起之前 他說 我是很不甘心的 即是他那句 我是很入心的 很不甘心 因為 這個根本就是 很多打工仔 他遇到打工的時候 是必經階段 為什麼我會受你這樣的對待 因為我沒有做錯事 但為什麼我會被人打 還有 你説 甚至於 瑞花 他第一集開頭的時候 跟快閃那位男生說 他想 為一個 做一個不同的自己 其實他現在在這裏 看到另一種 其實他希望你挑戰那樣 其實 都有一個挑戰的心態在裏面 既然 當然你說 他堅強的是另一回事 但是 他在這裏看到 就是 他可以成為一個不同的事情 因為他不可以就是 他以前的自己 就是 我講這道理 就是我 這樣的態度的話 是對的 但是去到這裏 已經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說 跟心理質素來說 水花其實是很高的 我想 我近代來講 我看動畫 我很少見一個角色 一個主角 他可以刻畫 那個心理質素 或是刻畫不立體 是你覺得很真 第二集 我看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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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集 講些什麼呢 第二集 主要就是 我想 我個人歸納的感覺 就是說 這個水花 他成結上一集 就說不甘心 於是他就 要去努力 改變 其實他都不算改變 我覺得他一開始 其實他有心理是轉變 一開始水花 他工作 其實是純粹為了不甘心 因為他不甘心 所以他就要不斷工作 但是他工作未必一定有意義 最好等於他去割草 你割得這麼淺 其實是普通的 兩天之後有三晚出來 這個工作本身 是沒有那個核心意義 他不知道為什麼要工作 他只是因為不甘心 所以工作 可能你做起過 我做幾個你 然後鬥快去 我做了幾多 但其實可能 還會很粗糙氣 想法 對的 他是很粗糙氣 那一刻他還不會明白 為什麼要工作 就好像文字一開始第一集問 你當工作是什麼 他不知道的 他都覺得我純粹不甘心 所以我才這樣做 但是 我想他這個觀點 其實他是隨著第二集 一路推進 其實會慢慢開始有改變 在此之前 其實第二集一開始 還說了另一個重點 就是說 他不再信任其他人 不再對其他人 有期待 主要是不對其他人有期待 就是因為他媽媽的關係 我想這一集 就比較 令我確定到 就是他媽媽 媽媽是真的有些問題 某一方面 他是 責任分數還是什麼 是有些問題 你看到 他媽媽是說 有些什麼承諾 都完全不遵守 這樣 但當然 可能後面還有另一個故事 我們不知道 他都未講 但是至少 當時 作為一個小學生 這樣 給媽媽 這樣背叛 他不去期望 其他人 我覺得其實是正常 應該說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作品裏面 就是這類型的媽媽 都是很膚淺的 其實說到他好像 我什麼都不做 但是好像有好萬能 又什麼都 就是總之我養得起 總之我養到你 就是他很少去 再去描寫這些角色 他那麼厲害 很多時候都是輕輕大 可能有個主角 說我爸爸 或者我爸爸 完全是一個 史上最超級的廢柴 不知道他怎樣生存 也不知道他會養到我出來 但是 輕輕用文字 一兩句 去描寫這個問題 通常作品裏面 那些什麼父母 那些婦女 通常很多男女主角 都是說 爸爸媽媽相亡 很多作品都是這樣 如果我要數 一個爸爸 或一個媽媽 我印象很深刻 我想我數上去 應該數到古拉多 即是數到朋友 爸爸 對 如果你說我這次媽媽 其實他都花了不少分別上去 當然可能是說 閃遜即逝 可能是說 一幕或者幾幕 但其實 無端端有交代 我覺得這個是有原因的 我相信之後都會發展下去 但是當然 這一集 主要還沒有說到 三母女的關係 主要就是 說回水花這兩個心態 第一 就是他不甘心 所以才工作 第二 就是說他對其他人沒有期望 這一個心態 而 基本上第二集 整集 都說了水花這個心態的改變 特別是中段 他可能不斷工作 又因為蔡子的關係 又闖禍 但是他又幫蔡子隱瞞 這些 我想是可能反映角色性格 比較多 因為那一幕就 例如蔡子 你看到是一個很怕事 很 很 即是內向 內向 對 你這樣說 我先想想 叫做什麼 嗯 很害羞 好啦 我暫時還未觸摸了蔡子隱瞞 他為什麼要發生回校 其實主要這兩集 都是圍繞 水花 固定 水花的角色 固定定位 去哪裏 當然 其他角色 就好像 無論那個位 作家也好 大個 暫時 全部都是輕 他們在這個 溫泉旅館的 李翠莊 在這裏面的 工作 或者是住客 總之有關係的人物 其實這兩集 在表達 水花 那一刻 順帶 把他們帶出來 對了 所以如果你說回關水花 這個主題的話 其中一些 它有些反思位 其實你很多時候 人都是這樣 你遇到一些問題 最重要是 你只會反思 例如說 哪些反思位 就是他之前的房間 他反思 其實他做了什麼 就是為什麼我要在這裏工作 說到底 其實我根本就不是這樣 在這裏工作 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之後有結論的 就是 其實我只是不甘心 就是他自己是明白 原來他心底裏 他先回來之後 他知道原來的問題 是因為我不甘心 應該說 你能夠正面面對自己 內心的想法的話 其實是一準進步 其實一個人 很多時候 其實 人最厲害不是騙人 人最厲害是自己 壓自己 你會實說 你一個人 再差都好 如果你懂反思 懂改善的話 這樣可能會差 任你那個性格 再橫裂都好 你總會一會變好的 你懂反思 懂改善 那你改一下改一下 就要你的小節點了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是一個 已經是超脫了 比第一集 更加成熟的階段 或者這樣說 心理描寫 其實跳出來 並不是動畫 其實就是 你一個人 對自己 有時你靜靜地想回自己 今天 或者你今天做過什麼 其實你內心對自己 擁有最大的包容 底線是無限大的 只要你找到一個理由 其實這樣也不是很特別 你內心可能妥協了 很多時候都是 然後就說 其實我沒有錯 其實我 你就會給我 虛假的思想 告訴你 其實我沒有錯到的 其實我是對的 但是你說 要很正面地去面對這些 其實 你要自己承認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人 自己不想承認自己是錯 在內心那裏 總之說 就算錯 我都是錯不完 我都是有些對的 你這個心態 其實是會看到 一個人的 堅強 你可以說 為了成熟度 實際上 他真的 在這方面 質素很高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剛才說 不對人有期待 其實 我想這個 有分兩步 其中一步 就是跟車坐車的那一步 他投車坐車去死 聽文字說 很開心 我去嘗嘗說善 但當臨上車那一刻 他意識到 就算我是不喜歡切這個人 我對他完全沒有好感 這個人是壞人 但他都不會想地方死 這個其實我覺得 不是說他特別有同情心 可能是出現一個 人的基本 的 論 道德的基準 對 人的基本 那些愛心 你說多或少 應該說社會 社會的共通條件 或者義務 或者教育 造成這個 每個人的 同理心 類似的 即使你說你不認識那個人 你也不會上來死 當然不要說你認識那個人 所以那一刻 其實 水花那一刻 他是想說一件事 其實他不是對所有人 都是失望 他不是完全沒有理會所有人 正如他進來的時候 其實他都 嘗試跟其他人鬧關係 到最終那個改變 在於什麼呢 就是他回想起 他幫媽媽煮飯那一刻 他說我用的方法 就是我把最難吃的東西 塞曬給你 塞曬給我媽媽吃 我媽媽不喜歡吃西蘭花 我就塞曬整個碗的西蘭花 但你要記住 他這樣 沒錯 在發負氣一種 最重要的不是在於 他塞曬西蘭花 而是 他媽媽吃飯的時候 他要站在旁邊 為什麼站在旁邊呢 其實就是一種期待 他吃完的反應 的一種表現 其實他不是沒有期待 他只是說 我發洩完之後 我都會期待 你吃這碗飯的時候 你是什麼反應的 吃得很滋味 其實這也是一種期待 其實他在不期然之間 他已經表現了這種期待 可能他自己知道 不知道 所以為什麼回應到最後 他要推倒蔡子 推倒文字 就說 你們都不喜歡吃什麼 我明天是功課生 一定會做什麼 其實這也是 用同一套道理 再進去 或者去到這裏 其實我們有一件事 都要提及 就是畫面那方面 你看到這兩集 是燒淺的 是燒得很嚴重 我真的懷疑 PA究竟 在想著 10 不要緊 NJB賺了很多 沒問題 我原來 之前就是 他要找馬芝進 就是這樣的原因 我其實真的覺得 很好笑 我一直看 我覺得馬芝是被人打臉 之前說 NJB有多好畫面 我看不看不看 你不要亂說 你會見到很多 小時候就像水的反光 光的反射 或者一些玻璃的倒影 都出來了 還有路邊的天花 一些草 一條條 看得很清楚 有些人分析過 像剛才所說的玻璃的倒影 是用一幅CG貼上去的 大哥 他不是隨便貼上去 就算 是有一個很真實的CG貼上去 大哥 不用嗎 只是倒影 只是兒子 不是 一到十多年 為何PA會這麼重視 通常十多年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叫做什麼 是Gimmick 其實就是 純粹叫做 宣傳口號 遲到我客氣 就算數 你不要當是那些 什麼什麼三周年 那樣 他當是富士堅 這樣說PA 你們說你啊 我想PA的畫質 都是偏高的 但是這套 是高度 是高度離譜 沒有啦 究竟是頭三集會這樣玩 還是之後 我有點擔心 他能不能夠這樣 因為這種玩法真的太燒錢 不是正常的玩法 但是老實說 當你給了一些好東西 人家吃的話 你突然之間倒閉了的話 那樣負責 你想說 IS 開頭幾集幾精美 之後怎樣 我又覺得不同 IS 我又覺得不同的IS 如果在作畫方面 IS那些是空間感的 他不是說畫質真是精美 其實 即是戰鬥的 他真是快 他都是可以透的 開頭可能 但是這套 不會有些超高速的 鏡頭給你看到的 超高速的 像賽 你看 人家拖地都挺精神的 胎圓有狠的 地板 不是胎圓之後沒有分別的 所以老實說 雖然我不管他一季 兩季 他這樣保持到尾的話 無論如何都好 你都是一道非常優秀的動畫 你說畫 至少是畫 作畫神作 我都很撐內容 其實我自己都很撐內容 寫出來 更加高手一點的話 是將這些角色 串聯在一起 以在喜翠莊的世界中 可以串聯在一起 如果他做到的話 今季 應該 今年最好的動畫 三位都應該有機會 我們要聽到另一套花 春花 這個春花 但是老實說 這套的質素 你和常維比我 我覺得有些動畫是甚麼 你一看出來的話 就算後面對手多強 你都會覺得 真是鋼煉 我知道 但不要那麼下見 不要說 有機會 我說如果中了剛才那些條件 有機會 這只是可能性 還有另外一件事 寫的本 是不適合寫這個偵探的本 只是寫一些成長系 電魚系 這些是溫情系的東西 是好很多的 OK 我明白 當年Tutier 龍與虎那些 真的有很多 還有這套 其實是推薦給港大 但如果你真的 若捱過虎 做過事 我覺得你已經很大感觸 你會覺得 你監製你在看另一個自己 以前的自己 就在你的螢幕面前 嗯 對啦 今集到現在的螢幕面前 照片 我們都會下載版 去播放的 好 今集到現在 拜拜 拜拜 播放的 好 今集到現在 拜拜 播放的 好 今集到現在 拜拜 拜拜 播放的 好 今集到現在 拜拜 拜拜